歡迎收看蘋果時刻 我是劉寶寶 寶寶心裡很多疑問但寶寶不說 甚至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有相當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洲的神秘傳說 但最近台灣也出現了百慕達三角洲類似的事件 關於這件事情 西平你怎麼看 是的 百慕達三角洲的神秘事件 一直是神秘學家跟科學家最喜歡研究的課題 例如羅牌突然間會失靈 海面上會有白光 飛機 船隻突然間消失不見了 謎 謎 謎 但是對於今天發生這個神秘事件 我是有很深入研究 讓我來通通告訴你 最近台灣發生了許多神秘的事件 有沒有說 通通被監視器開下來了 真的嗎 寶寶 各位觀眾 你們要仔細看 看監視器開下的東西 注意這台房車從這裡開進去 出來以後不一樣啊 哪裡不一樣 它本來是1.8的 現在變成了2.0了 有沒有察覺到它的不一樣地方 來 我們再用慢動作 仔細的給它看一遍 來 你們看 在中午1.2分54秒鐘的時候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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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輛Lancer變深了 居然從1.8變成2.0 輪框 天線 天框 三個地方進去跟出來 完全不一樣了 真的耶 難道這就是一個 穿越時空的概念嗎 寶寶 我跟你說 最近全台灣各地 接入連山的發生同樣的神秘事件 大家請看 從基隆 新北土城 桃園爐祖 直到高雄騎山 後通過天視器造下來 而且只造了一型車款 每支必需Lancer 這些地點 跟只有一型車款 之間有什麼神秘的聯繫 難道他們都像百慕達三角洲一樣 發生了神秘時空轉移嗎 寶寶 你好奇嗎 各位觀眾 你好奇嗎 沒關係 跟著我們一起到現場去看一看 啊 啊 啊 熹平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這裡就是發生許多神秘事件的 BitsBC展車中心啊 各位觀眾 先不要擔心 讓我來深入調查一下 哇 熹平 原來這是Mizubishi全面啟動的年終促銷活動 LancerE有1.8 輕鬆跳行2.0 只要74萬5啊 而且你看 它搭載2.0的MineVac 鋁合金引擎 18吋鋁圈 以及MDSS運動化懸吊 真的 HID頭燈 以及AFS 主動轉向照明系統 這麼好 電動防霞天窗 還有TPAMS 無線胎壓偵測系統 太厲害了 不只這樣 還有這台Lancer40s 它輕鬆升級7氣囊 而且還搭載了 iSafe智慧型的HUD 太優惠了 熹平 只有這個地方 能夠輕鬆跳級10萬嗎 講得好 全台灣各地都有發生 各式各樣的神秘事件 我已經全部擺在三民官網上了 有興趣的觀眾 你一定要上三民官網 看看我推薦的神秘事件 熹平 這太優惠了我受不了了 各位觀眾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